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有吃肉嗎 有 很有精神 聽起來應該有吃飽 腳踩會痛嗎 不會 不會喔 這幾天會痛嗎 會啦 一定會痛 今天要來 這一節課要來跟大家 了解台灣的歷史 有覺得台灣的歷史 到現在你感覺你自己一定很肉 有嗎 有喔 有沒有從昨天到今天 聽過這些講師講課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跟你小時候讀的課本 歷史課本 有什麼不一樣 有這個感覺嗎 有啊 我看 現在各位學員的桌上 都有蠻多我們的資料 不管是宣傳單 新台灣論 很多喔 我來問問看 是自己看報章雜誌 來到這裡最高的 請牙手 沒有 有沒有 自己來 沒有人跟你介紹 你自己去找 有沒有 有喔 有 謝謝 這個是台灣民政府 這幾年來 將近差不多這一年 才有的事情 有什麼 之前很多的學員都會問說 你台灣民進部怎麼沒怕公狗 為什麼沒有上新聞 沒有上媒體版面 可是呢 在這一年 整個局勢的轉變之後 新聞也看得到 報章雜誌也看得到 而且 不再只是負面而已 陸陸續續呢 有非常多正面的報導 為什麼 因為媒體很聰明 他們喔 不笨 你唯有局勢的轉變 有新聞價值的 他才會給你報導 是不是 因此呢 所以有很多的同行喔 在這幾期 開始出現 自己看報紙 自己上網去發現 台灣民進護衛 這個法理地位 然後自己來上課 越來越多喔 我再來問一下 有人 是讓 你旁邊那個 把你逼迫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啦 一定有 你可以舉辦手 我看到就好了 我看到就好了 有沒有 每一支都有 我沒相信這支沒有 為什麼 因為 我就是被逼來的 所以喔 我相信一定有被逼來的 為什麼 我怎麼進來 當時的 我們隔壁的阿姨 他就去我們家 跟我媽媽吹 他就跟我媽媽說 欸 我跟你說喔 台灣喔 要變天啊 要換政府啊 我媽媽就很興奮耶 你知道嗎 聽聽了之後 他就跟我說 欸 妹 我跟你說喔 台灣喔 要換政府啊 請問我聽到這個 我會怎麼說喔 哪有可能 你讓人騙了啦 對吧 絕對這樣說的嘛 我媽媽就 講不過我啊 你聽聽她就說 喔 好啦 好啦 就不了了之了 就過沒多久 隔壁的阿姨又來了 她再來跟我們媽媽說 說什麼 欸 我跟你說 沒這樣 你喔 我們台灣民進府喔 有分州 啊我們那個喔 州辦公室 那裡有州長知識在那裡 不然你去州辦公室聽她說 這樣你會更了解 我媽媽聽聽了之後 又很興奮耶 她再來跟我說 欸 妹 我跟妳說喔 她說喔 那州辦公室 啊他那裡有很多禁骨耶 喔 有很多台灣國際地位的理論耶 不然我們來聽看看 啊你覺得我會怎樣 沒贏啦 不要去炒黑啦 政治喔 很黑暗耶 我們喔 好好做我們的老百姓就好了 我們不要去 不要去碰政治 然後喔 沒空啦 沒那個銀鋼 我媽媽就說 好啦 我們來去看看 我說沒啦 我沒去啦 我沒有去 我沒有興趣 我沒有興趣當官 結果 我媽媽怎麼樣 使出大絕招 好 這樣我自己來 好啦 這樣我沒去 沒辦法 我怕被人騙啊 對啊 我怕自己去 那 被人家洗腦是怎樣 我想說 好啦好啦 沒辦法被他去 去到 州辦公室呢 聽 那個州長就講 一大篇 齁 那個 台灣民政府啦 台灣啊 以前的歷史地位啊 然後講講講 講完 出來之後 我媽媽就跟我問 你感覺怎樣 我跟我媽媽說 我從小到大 讀那個歷史課本 第一次 聽到 中華民國 叫做流亡政府 我 自小 剛大 沒聽過 我說他說什麼 我聽不到啦 什麼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我媽媽說 她說 我也是聽不到 她在說什麼 我說對啊 我剛才沒聽到啊 為什麼 在我這個年紀 很多都是政治能感 對不對 政治能感 不會太關心 國民黨 民進黨啊 說不定總統叫什麼 名字都還不定很清楚喔 就是 在我們這個年紀 大部分都是這樣 反正你的黨派 真的你死我活 是你們家的事情啊 我就過我的生活 我吃喝玩樂 跳舞 開心 所以呢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說 我沒聽過 欸 我媽媽喔 買了之後呢 辯不過我 她又放棄了 她說 好好好 我們回去 回去後 好險 隔壁的阿姨沒放棄 她又來了 欸 跟我媽媽說 欸 我告訴你 台灣民進府喔 中央 有開口 開那個初級班 到高級班 你叫你咱們去上口 我媽媽聽了之後 又很興奮耶 她又回來 又跟我講 欸 人喔 那初級班 有開口 不然你去上口 看看 我怎麼講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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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沒有那個人工 我就說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 我不要去啦 我媽就說 我就說 啊你要去不然你自己去 我媽怎麼說呢 啊我聽不懂啊 啊你要興奮啊 你興奮啊 你興奮後 你感覺真的還是不對的 還是怎樣 真的還是假的 你回來才告訴我 如果是真的 我才興奮 你興奮 你興奮 我媽媽會說 我媽媽會說 你興奮 你興奮 我也是賣 結果之後 她又死出大絕招 禮拜六 禮拜天只要一到對不對 她就開始了 啊你去看電視喔 啊你不是有贏嗎 哈哈 厲害吧 厲害 她就開始把我努啊 從早到來一直把我努 啊你去上來去上去上去上 到最後齁 我屈服了 因為什麼 有好 好啦好啦 她開心就好了 我就說好 這樣我就去上 我就來到這裡齁 跟各位同心一樣 坐在這邊 三天兩夜 社工我都有跟你們問說 腳踩會痛嗎 因為齁 坐到腳踩會痛 你坐太久了 聽齁 這個課齁 聽完三天兩夜出幾班了齁 請問 我相信了沒有 猜猜看 一半一半 半信半疑 我跟你說 三天兩夜的課 我上完之後 我馬上就相信了 這樣有短信嗎 主婦一直沒來沒來的是我對吧 三天兩夜上完我就相信了 我很認真上課的喔 很認真在聽的喔 啊除了相信之外齁 我還很認真的 馬上隔天我就跟我朋友分享 我就開始說了喔 喔台灣民進府啊怎樣啊 台灣的理事啊怎樣啊 我說 整晚練堂 說完了齁 他就齁 我的好朋友 他就回去睡了 回去睡了 回去睡了齁 他就靠電話給我 欸 我實在你齁 十幾年 你齁 絕對齁 讓人騙了 我有說 欸 你這句話我好像很熟悉喔 那是我跟我媽說的喔 他就說齁 我認識你齁 很久 我知道你的個性 你就單純 然後呢 好騙 然後呢 懶惰 你一定沒有上網去查 對不對 欸 他說對 我真的沒有上網去查 我就說 那你覺得怎麼樣 他就說 我上網去查 你沒有看嗎 網路上他就寫啦 台灣民進府是詐騙集團 你又去上課 我說欸 對啊 知道我怎麼回答他嗎 我就跟他講 台灣民進府齁 成立啊 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事情 幾年了欸 在台灣民進府裡面 的上課的學員 老師 他們裡面有什麼 博士 碩士 老師 醫生 律師 很多種高知識分子 每一個都比我強幾百倍 我說 我有的問題 他們一定都問過了啦 還輪得到我再來問一些尖銳的問題嗎 我說有任何的問題齁 我隨便裡面一問一定有答案 其實齁 是病毒喔 可是我講的是事實啊 我就跟朋友說 所以 一件事情是不是有正反兩面 我看到了負面 可是我也看到了正面 如果今天你沒有給自己機會 看到他的正面 你有資格去評斷這件事情的真假跟對錯嗎 是不是沒辦法 我就直接跟我朋友這樣講 阿姨就給我回公 好啊 那究竟三和平條約第二條 不是日本已經放棄 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了嗎 欸 他真的很認真耶 他沒去上課喔 他可以問我這個問題喔 你們知道我怎麼回答他 我下個禮拜上完高級班再告訴你 不好意思齁 初級班剛上完齁 我還搞不清楚 所以現在在場的各位 有沒有很清楚法理之事的 請舉手 喔 那這個表示齁 可能原本對政治就很有研究齁 所以這個台灣的這個法理齁之聲 為什麼是日暑美戰 裡面又有牽扯到三個公報 舊金山和平條約 台灣的戰爭 之後的地位 到底為什麼是現在這個狀況 是不是 其實還有點模糊 跟搞不清楚 很正常 很正常齁 因為 不是這麼簡單 不然秘書長也不會讀 這麼多的原文書 才找出台灣的 真正的國際地位齁 所以今天呢 我會盡量的講解 讓大家盡量的能夠去了解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我們這一班很熱情喔 非常好 我喜歡齁 講話齁 你們可以回應我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先來看到 來測測看 這個 切成三塊的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麼厲害喔 切成三塊還看得出來是台灣 很厲害喔 很厲害喔 歐洲人稱台灣為 Formosa 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呢 打開大航海的世代 大航海時代 當時他們來到 這個島嶼的時候 哇喔 那這麼漂亮 漂亮喔 Formosa當時是歐洲人美麗的意思 他們就將這個名稱 賜給台灣 也就是 Formosa 美麗之島的意思 所以台灣最早期以前叫做 Formosa Formosa 那為什麼台灣切成三塊呢 因為呢 早期的航海的 航海圖的技術不是很發達 所以一開始呢 畫的不是很精準啦 所以這個是台灣沒錯 台灣是一塊的不是三塊 但是他們當時 畫的技術不是很好 所以一開始畫成三塊 不過呢 這是最早期台灣的地圖 喔 猜猜看 最早活動於台灣 這一塊島嶼的 外來民族是誰 原住民 就是現在的高砂族 他是原本居住在台灣 的住民 那外來呢 荷蘭 日本 西班牙 西班牙 葡萄牙 好 大部分都猜對不對 嘿 只有一個人猜對 是誰 日本喔 從現在開始喔 你開始檢視你的歷史記憶 在十三十四季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在 Formosa這塊島嶼上 居住跟活動了 一直到1633年 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的喔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居之軍活動提早了有三百年以上喔 這個是歷史文獻 原本就有記載的 可是 你會開始感覺到 為什麼開始跟我們 讀的歷史書有一些差異 慢慢的你就會了解到 我們的歷史課本 是如何被篡改的 齁 那剛剛有講到荷蘭對不對 荷蘭是在1624年的時候 他還得獲得什麼 日本的德川幕府的許可 荷蘭呢 他必須每年 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貢三萬張以上的陸皮 日本才允許他在台灣這塊島嶼上活動 所以荷蘭都必須經過日本的同意喔 那當初呢 荷蘭他為什麼要選擇台灣 為什麼要來台灣 因為 當時的西方國家跟東方國家 西方的世界最喜歡東方的什麼東西 瓷器 絲綢 對 那個齁 瓷器跟絲綢 對西方的國家來講 當時相當於他們的黃金一樣有價值 很有價值 所以說荷蘭喔 那時候他也想要分一杯羹 他也想要賺這個錢 要賺這個錢要怎麼賺 他是不是要選擇一個地方做他的轉運站 來連接東西方的這個貿易的這個道路 所以他一開始是選擇澎湖 可是澎湖離當時的大明國喔 有點太近了 所以大明國就出兵把荷蘭人趕走 那荷蘭人第二次就選擇 哪裡 台灣 如果荷蘭人他當初選擇台灣是以經濟利益貿易為轉運站 請問他會不會好好對待台灣的人民 不會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有喔 就是指當時的荷蘭人 有沒有去過紅毛城 淡水 有沒有 當時他們荷蘭人在這邊留下的 蓋的那個軍事基地 然後 台南的那個安平古堡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去過 安平古堡齁 就是當時荷蘭以前叫勒蘭遮城 當時呢他們蓋軍事基地來控管台灣的人民 可是他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對不對 會好好建設台灣嗎 不會 因為他以利益為主嘛 因此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 也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我講這個等一下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所以當時的十六十七世紀 台灣就已經奠定為很重要的經濟書 可是這個時期喔 台灣已經開始接觸西方的文明世界了 可是你們知道嗎 東方的漢民族 也就是中國的漢民族 他們呢 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地球是圓的都還不知道喔 他們是屬於鎖國政策 所以這會造成什麼 這會造成台灣以後的歷史悲劇 文化的落差 它就會造成以後台灣的歷史的事件 等一下就會有 等一下就會講到喔 所以從下一開始 你們要各位同心要去放大檢視 以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你的歷史課本 教育課本 它裡面到底是對還是錯 它有沒有捏造 有沒有隱瞞 寫什麼 慢慢的你就會看到喔 從整個世界的國際觀 世界的歷史觀 你下去探討台灣真正的歷史 其實跟你原本中華民國給你的 其實是有出入的喔 是有出入的 所以我們FORMOSA大概的一個政權輪替喔 1624年日本讓於荷蘭 1662年荷蘭讓於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於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於日本 1945年4月1號日本 將台灣正式編入為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的10月25 因為日本戰敗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工商服務一下喔 我們9月5號 也就是下禮拜 我們有駿手的考試 各位知道什麼叫駿手的考試嗎 不是很清楚齁 知不知道我們州裡面 有一個叫做駿手 這樣了解駿手 駿手喔 就是相當於縣市長的職務 擁有人事權 駿手 副知識 知識 擁有人事權的政務官 這個是需要經過考試 也就是駿手的考試 擁有駿手的資格 他就可以擔任這些職務 那我們下個禮拜9月5號 有駿手的考試 這個不是常常在辦的齁 所以很難得的機會 剛好各位 你們這個初級班上完 下個禮拜會遇到駿手的考試 我鼓勵各位同心都去考 去考考看 有興趣的考考看 年輕的齁 盡量的去考考看 考考看自己對法理的嘗試也好 考考考考 考考考到這個駿手的資格 對你將來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好不好 試試看 再來剛剛我們有提到荷蘭 荷蘭東印度公司 是不是有占據台灣 一小段時間 請問 荷蘭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好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 只是使用 日本人协商 做的 够不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执迷 原因是什么 荷蘭他当时对台湾领土的有效管辖范围 只有哪里 是不是只有一点点 请问荷蘭的有效管辖范围 有普及全部台湾的全岛吗 没有 因此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领土有效管辖范围不及于 For Mosa的全岛 那荷蘭之后是谁 郑成功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郑成功要把荷蘭赶走 为什么 拯救台湾人吗 不是哦 为了什么 反清负民 对不对 为了反清负民 把荷蘭人赶走 把台湾作为他的一个反清负民的基地 那请问他会好好对待台湾人民吗 不会哦 会不会好好建设台湾 不会 好 那郑成功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原因是什么 对 他的领土有效管辖范围是不是只有一点点 一样不及于台湾的全岛 因此郑成功也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好 那再来呢 谁把郑成功赶走 大清帝国 1683年大清帝国占领台湾 有没有看过这张地图 有 这是哪里 西部的台湾 台湾就是台湾啊 台湾应该是完整的岛屿 为什么要撤走一半 为什么你刚才 为什么被切一半 地图为什么要把它切一半 不喜欢动步 因为呀 大清帝国呢 管理台湾 占领台湾 多久 大家知道吗 212年 我故哦 经过很多代哦 212年哦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它足以呢 让各位同心都以为 中国是你们的祖国 时间长不长 200多年 很长耶 可是 请问 大清帝国有没有拥有过 台湾的主权 为什么 一样哦 大清帝国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国对台湾领土 有效管辖范围 不及于 Formosa的全岛 仅限于 西半部的 六个汉人 屯肯区 你会想 200多年 这么长的时间 他为什么 不去把东半部也拿起来管 有什么呀 除了 有没有看过赛德科巴来 你只要来到我的猎场 就 有没有很英勇 高沙族很英勇 对不对 这个呢 其中小小的原因 很不好打 小小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除了很不好攻打之外 大清帝国所认知的台湾 哦 当时 大清帝国的皇帝呢 把郑成功赶走之后 他就说 我没想到爱台湾这块土地 哎 为什么 因为啊 他们是不是锁国政策 是不是很落后 是不是很封闭 他感觉 台湾 离他很远啊 然后 荒芜的 化外之地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 荷兰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 郑成功有没有 没有 所以到大清帝国的时候 他接到台湾这块土地的时候 他也感觉 没有建设啊 很荒芜啊 建设要不要花钱 要 管理人 要不要人 要不要薪水 要 他没想要花钱 所以他不想要台湾这块土地 可是当时的师郎就跟皇帝建议 哎 台湾哦 你要把他占领起来 为什么 因为啊 台湾这块土地又被人家 占领之后 又拿去反亲父名 要怎么 所以说 你要把他占领起来 皇帝就说 我没想要花钱啊 这个师郎 真的是师郎 他就把皇帝建议 建议什么 搬兵制度 台湾仅为弹丸之地 得也好 不得也好 荒芜的画外之地啦 我跟你说 我把皇帝搬 搬说你怎么 管理台湾 用最少的钱 最少的人力物力 什么叫搬兵制度 三年哦 为一任 然后呢 要不要文武官员 文官 就是县市长嘛 他呢 就跟这些官说 你们哦 来到台湾 当三年的官就好 然后三年 回到大清国 我帮你升官又加薪 利用 再来威胁 你的家眷 家人都不准带去台湾 我怕你在那里 落地生根 反亲父名 所以你的家眷 都留在 大清帝国 你就自己去 来台湾啊 这个车程哦 坐船什么的 定居之后 给他扣掉 差不多半年啦 来到这里 熟悉台湾的环境啊 人文风情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一年 要一年后 他要拿笔起来 开始要写建设台湾的 企划书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要回去了 三年嘛 你绝对要回去了 请问 如果是你 你会好好建设台湾吗 会不会好好管理台湾 不会 好 文官是这样 五官呢 要不要警察啊 要嘛 警察从哪里来 施郎就跟皇帝讲 你从大清帝国里面 那些 无业游民 全部都召集起来 全部都派来 做警察就好了 去那儿 做五官 所以 一样 三年为一任 这样的文武官员 再加上 台湾不足成 什么叫台湾不足成 县市政府 能省则省 连县市政府都不改了 办公室都兴起来 请问 经过212年之后 台湾会有建设吗 台湾会发展的好吗 有没有好好对待台湾的人民 当时212年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 这就是当时的大清国 所治理下的台湾 采班兵制度 所有的文武官员 能贪污就贪污 欺压老百姓 欢情他没差 他管得不好 回去大清帝国也不会骂你 所以 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祖国 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 那台湾的亚洲四小龙 跟经济奇迹 什么时候来的 所以大清帝国呢 一直到什么时候 1887年才完成台湾建设 换句话说 大清帝国在占领台湾 福尔莫萨的西半部的时候 204年后 才宣布将台湾并入 他的版图 请问 我们有属于过并入 大清帝国的版图 有成功吗 没有 为什么 对 刚刚有讲过对不对 大清帝国的 零有效的管辖范围 不及于福尔莫萨的全岛 仅限于西半部的六个汉人屯垢区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 我们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 因此 中国他刚开始没达范围 他就是说台湾跟蓬湖是他的 他现在有达范围 他不敢说 他只说台湾跟蓬湖是他的核心利益 不敢再说台湾跟蓬湖是他的 好 这样了解吗 可是呢 我们记忆中的那些历史的记忆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被冲击了什么文化 台湾最早最早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平补族 有没有高沙族 我们信仰什么叫 不知道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台湾经过荷兰 正成功 大清帝国 可是这些外来民族 为什么台湾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国家 因为台湾呢 最早最早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部落 有没有什么阿美族 泰雅族这些族 很多个部落情形下 没有共同的语言 没有共同的文字 没有共同的制度跟书 因此 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 形成国家要有条件嘛 所以因此台湾一直以来 很容易被外来的民族给统治 原因是在这里 可是我们要了解什么 最早最早 我们的祖先 平埔族高沙族 我们是什么 没有文字 没有书 我们只有代代相传 灵魂不灭的传说 爸爸都跟小朋友讲 我们的祖灵 我们的过去怎么样 都是用口述的 没有文字 没有书 这是最早期 那我们不冲准了什么文化 我们是有讲到荷兰 荷兰来台湾占领的时候呢 除了将台湾当作转运战 经济利益的转运战之外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传教 他除了通商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重点 他当时的高沙族的长老 都聚集起来 然后叫他们信仰 基督教 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高沙族都是信 基督教 有没有 我来问哦 有没有出过国 没有出过国 也有看过国外的电影什么的 美国都是信什么教 基督教 天主教 日本呢 神社 拜神社 台湾呢 道教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睡觉 很多的教 为什么 讲到台湾你会发现 台湾 怎么没有一个 像人家国家统一的一个教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什么 这就是台湾的历史 我们呢 是本土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有属于台湾的历史文化 我们台湾的历史文化 就是被影响 当时呢 被荷兰影响了基督教 后来被影响了什么 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清明节 元宵节 庄元节 七夕过年 请问 他是 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的节日吗 不是 那是谁的节日 中国的节日 有没有冲击 哦 我领了那么多年的红包 组小的 拧到大的 结果 他是不是 本土台湾人的节日哦 他是在 大清帝国 占领台湾的 212年当中 所带来的 属于中国的文化 所以台湾啊 才会有很多人 信的教派都不同 没有关系哦 秘书长有说 台湾民政府啊 执政之后 我们将东西方 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制度 都来用在台湾 好不好 如果今天 烧那个精子 会破坏大气层 而我们改成鲜花 可以吗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将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制度 来用在台湾 来创造台湾自己 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台湾人的制度 好不好 哦 这是我们的希望 所以台湾被冲击的文化 我们要了解 最早期 我们是代代灵魂 不灭的传说 后来呢 受到了荷兰的影响 还有中国的影响 所以才有台湾现今的文化历史 哦 这样集体前世的文化 造成很可怕的魔咒 这魔咒 就是什么 隔壁的阿姨 阿姨来跟我妈妈说 我说 你方便 这就是魔咒 他了解吗 有没有看过这个合约书 1895年 大清皇帝正式将台湾及澎湖 永久各让给日本天皇 来看这合约书哦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皇帝陛下跟皇帝陛下签的 然后呢签什么 台湾全岛籍所有附属岛 澎湖列岛籍 伊尾渡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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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他看起来很像什么 这张合约书看起来很像什么 土地全壮有什么 他就是台湾的土地全壮 当时呢 甲午战争 大清帝国战败 他签订了什么 下官条约 也就是 各位读的马关条约 日称下官条约 我们签订了这一张条约 正式将台湾及澎湖 割让给日本天皇 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的 土地全壮 从这一张条约 土地全壮 一直到现在 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那我们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后 我们就进入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统治台湾几年 差不多五十年了 五十年长还是短 好像普普通通 不会很长也不会很短 如果跟大清帝国的212年比 他才是四分之一而已 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五十年台湾历经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 台湾是一个很好战的民主 很会捍卫自己的民主 因此呢 我们一直都很厉害 很会打仗 很会革命 有看过这个吗 这个是什么 跌歌到菜兜 对吧 你用跌歌到菜兜 跟日本打 请 问 贏 输 绝对输的 我那菜兜 哟哟哟哟出去了 跌歌到菜兜 跟日本打输 不过啊 日本啊 来到台湾的时候啊 死了三四千个人耶 喔 不是 怎么死的 跌歌到菜兜 跟他打死的 怎么死的 病死的 为什么病死 病死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 台湾有没有 太脏了 我们用脏乱打赢日本 厉害不 这代表什么 之前 日本来之前 我们是谁统治 大清帝国 大清帝国统治的212年 刚刚是有讲到 班兵制度 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有没有好好对待台湾人民 没有 所以当日本呢 来到台湾的时候 不是水土不服 太脏了 太脏乱了 因此 生病哦 死了三四千个人 厉害不 不高 所以呢 当时 台湾呢 组成什么 逸民军的对日抗战 因为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面 我们好像还是有抗日 可是抗日是在什么时间 初期 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都说 你们台湾民进府的老师 都说 日本啊 对台湾 多好 都好 可是我记忆里面 好像还是有打仗啊 原因就在于什么 当时日治时期的50年里面 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的时候 差不多二十几年 中后期加起来 差不多三十几年 初期的时候呢 谁来 这个 后腾心平哦 五官后腾心平 他刚开始呢 是用 德国式的科学主 殖民主义 严密的控管 台湾的社会 第一个他来 死了一堆兵 吓死了 那家垃圾 再来他发现 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清帝国 你把台湾割给我 怎么只有西半部 有被统治过的痕迹 那东半部怎么办 还是要算我的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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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日本 他就问 美国告诉他说 你要像我们 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征服 所以 他用武力征服 我们的东半部 每个部落每个部落之间 他是不是必须 一定要先全部征服 统治之后 才有办法实施制度 建设 因此 这就是我们 记忆中 有打仗 有没有 当时呢 日本他们也对我们 记述什么 适可杀不可辱的 台湾民族 那我们这个后腾心平 他有过 有没有功 有没有功 在场的 有办台湾民政府 身份证的请举手 很多 谢谢 那你们办台湾民政府 身份证的时候 请你们去申请什么 申请什么 腾本 日治时期的 户籍腾本 对不对 为什么是日治时期 为什么不是大清国时期 我们是日本人 为什么没有申请大清国时期 申请日治时期 原因是什么 大清国时期 根本就没有户籍腾本 后腾心平奠定日本 在台湾以后的治理基础 当时做了一个动作 户口普查 后腾心平来的时候 他才做了一个 把你们家家家户户 你们家有几口子的人 都丢着得清清凑凑 所以呢 到现在还在沿用的是 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大清国时期 212年里面根本没有 他不管你死活啊 一直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 才做了户口普查的动作 还做了什么 生物科学 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 交通警察 做了很多的发展 所以台湾 到了1904年的时候 台湾的财政 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补贴 甚至公共建设 比日本的内地还先进 尤其是当时台湾的下水道 覆盖率是 亚洲的第一高 有高吗 有高吗 有没有突然 觉得台湾从很落后 突然变得好像很厉害 短短 短短 十几二十年间 很厉害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台湾的财政 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意思是什么 刚刚你们讲到 荷兰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 郑成功有没有建设台湾 没有 大清国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 建设要不要花钱 要 因此 日本有眼光 他知道台湾是一块宝岛 一年山收 物产丰饶的国家 你只要好好的建设台湾 台湾呢 不但财政 完全可以自主之外 还可以怎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成为日本的大米仓 有高不 有高哦 所以当时呢 台湾呢 到1904年的时候 他不需要 日本再给他钱了 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而且还非常先进哦 而且还是非常先进哦 财政完全可以自主 那我们到中后期呢 中后期 差不多30年的时候 换了文官 田建智郎 跟当时的首相 袁静 他就感觉说 台湾真的不错 要把台湾 变成我们自己的 日本的国土好吗 好啊 当然也好 要要怎样做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做了什么 内地延长的主义政策 也就是童话政策 要不要有共同的语言 要不要有共同的信仰 因为你要成为同一个国家嘛 我们的长一辈 有没有学过那个 阿姨有的哦 有没有 所以当时呢 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日本留求台湾 然后包含来成为 日本的国土 因此 让台湾如日本人 一样效忠天皇 日台逛学 日台通婚 任用八田语一 当时最好的土木工程师 来建设台湾 八田语一认不认识他 应该很多人知道 一个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因此呢 这个人哦 还蛮有名的哦 他如何建设台湾 有没有去过乌山投水库 有哦 有看过这个雕像吗 他是不是坐在那里土壤 土壤在看什么 在你们家家庭 你常常去把他摸摸 他很厉害 他哦 土壤就看着台湾的这一块土地 他在想 我要怎么样哦 让这个水 可以啊灌溉台湾 绵延数万公里 让台湾成为真正的 与你之乡 所以当时做了什么 嘉南大郡 乌山投水库 台南水道计划 桃园大郡 这些呢 都是当时日治时期 也就是台湾现代化的 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乌山投水库啊 甚至是当时世界 第三大的水库 有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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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觉得台湾很先进 台湾很进步 很厉害哦 可是呢 我们之后哦 就是因为遇到了悲剧 台湾才会停止不前哦 所以当时呢 日本的时候就奠定了 台湾的经济期主 台湾的亚洲市小龙 经济奇迹 这样大家知道 是什么时期来的吗 什么时期来的 是大清国时期 还是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 所以当时做了什么 南北的状况铁路 机场 全台的电力 水力发电 火力发电 资讯传播 这样啊 才真的像是一个国家 而且是强额有力的国家 因此台湾当时呢 大规模的发展跟建设 知道台湾的建设蓝图 几年吗 蒋经国有没有十年建设 有哦 知道日本当时画的建设蓝图 一画不是十年 不是二十年 是几年刚才 一百年 哦 不是十年建设 不是二十年建设 一张蓝图就是一百年 台湾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建设 都是沿用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 哦 所以当时呢 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呢 奠定了很大的基础哦 所以我们刚讲到 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他哦 都还没有成立哦 还没有建立哦 台湾呢 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 进步有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一百年很久的哦 这是文化上的落差 经济上的落差 各级的行政司法 机关警察系统 护政系统 农会金融 财政体系及普及全导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导的初级教育 有多么的重要 现在啊 请各位 就在这里随地大小便 可以吗 你敢买 不要 不要哦 有没有看新闻 中国到现在都还随地大小便 你敢有看到吗 到现在都还这样 你想当时跟我们的文化落差 有多大 有多大 所以当时 1941年 台湾平均一千人 有五台电话 中国到42年后 才达到这标准 1943年 台湾儿童就学率 已经达到71.3% 中国在20年后 也才勉强达到这个标准 这样的文化落差 就是造成台湾以后 以后的历史事件 这些学生跪着在干嘛 在读书对不对 读书为什么在跪着不坐着 对 培养什么 武士道的精神 这个也对台湾在战后 有很大的影响 有厉害啦 现在还可以坐着 脱脱有没有 还可以睡 他已经整个脱脱 你看 这些学生你们很可爱 头发很整齐 鞋子很漂亮 我妈妈看到这一张 她就跟我问 诶 鞋子脱脱的时候有鞋子 堂青 我小时脱脱的时候 还没有鞋子堂青 我就说 妈妈你不太老了 你绝对不是日治时期以前嘛 一定是日治时期以后嘛 那你日治时期以后 没有鞋子可以穿 那这代表 什么时期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在台湾的时候 那表示进步还是退步了 退步 当时有多少的人饿死街头 等一下会长到 这一张 是台湾呢 也就是第一所成立 日治时期的时候 成立由台湾人就读的小学 然后呢 他们打赢了日本的棒球队 不好意思 我也吓一跳 他们打赢了日本的棒球队 然后合影留念 合影留念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很厉害 好没有坏掉 所以他们打赢了之后 代表什么 我们很厉害 对不对 其实它最重要 代表的意义是 当时呢 人人哦 吃得饱 穿得暖 还有时间去 打棒球 还有时间画画 有没有 当时呢 在在的所有的记录都可以证明 有没有日治时期 有没有人人吃得饱 穿得暖 这个陈陈波呢 他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画家 很多人都认识他 等一下我还会讲到 他是怎么死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从这些了解 日治时期的时候 生活有没有过得很好 有 生活有过得很好哦 1895年 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台湾 212年 日治时期改正后的宽敞道路 50年 212年 50年 有差吗 有辣差吗 有清晰吗 有 212年 50年 你们觉得 大清帝国 有没有好好对待台湾的人民 没有 还很多人觉得 他是我们的祖国 终于 日本天皇 他下达了诏书 什么意思 他下达这个诏书呢 要将台湾跟澎湖 并为日本的国土的一部分 1945年4月1号颁布了明治宪法 从这一刻开始 台湾呢就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有没有看到台湾 有没有看到台湾 这个是哪里 日本 这是日本 日本 所以这个是日本的地图 台湾有没有在里面 有 我们在日本的地图里面 所以这个是什么 当时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就是 我们刚刚有没有看到 我们签 甲午战争是不是有签一个下官条约 大清帝国的皇帝 他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 对不对 当时呢 除了台湾跟澎湖之外 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叫做辽东半岛 他割给日本之后 就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但呢 辽东半岛 是大清帝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给你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他就说 为什么 因为 当时辽东半岛 也就是当时大清帝国 满清的起源地奉天 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起源地 因此他是大清帝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因此不可以被割让 所以日本天皇呢 就遵照了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又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皇帝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了解 台湾跟澎湖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再被割让 还可以被割让吗 不行 那从刚刚下官条约之后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因此台湾跟澎湖这块土地的领土主权 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当时呢 日本完全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除了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同化政策之外 他赋予了台湾人参政权 下达了征兵令 颁布了宪法 一切依法行事 所以台湾跟澎湖是合法的成为 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一切合法哦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休息十分钟 动动 我们下一节课回来继续 谢谢大家